小夕过七岁生日 引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这个从出生就备受关注的小女孩 每一年的生日都像是在拍电影一样 小辈夫妇以及哥哥们 总是能够给小夕公主诸多的惊喜 六岁的生日是在英国的皇宫白金汉宫里面度过的 七岁的生日 小辈夫妇没有带着小七前往皇宫 也没有去世界各地旅行 而是在家里面为小七搞了一个以家庭为主题的生日会 七公主作为被家最小的孩子 当然是受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了 生日这天 家人以及亲友们都到场为小七过生日送入府 每一位亲友都为小七精心准备了生日礼物 大哥送了小七妹妹一双红色的溜冰鞋 小表姐则送了一个精致的水杯 溜冰鞋 水杯 羊娃娃 这些还算是比较常见的生日礼物 女孩子一般都是比较喜欢这类礼物的 但是小辈夫妇为宝贝女儿送的礼物真是太特殊了 居然是一匹马 贝壳夫妇还真是不走寻常路 小七今年才七岁 而且还是个女孩子 送这样的礼物给女儿 小辈夫妇不光是土豪 他们的心也真是够大的 好在这匹马的品种是小矮马 小七还是能够驾驭的 小矮马屁股那里还喷了两个粉色的爱心 小辈夫妇针对女儿真是太宠溺了 不光小矮马屁股那里喷了两颗小爱心 就连马蹄也被喷成小七最爱的粉色 小辈为爱女准备的生日礼物真是够用心的 送一匹马给七岁的女儿当生日礼物 这个可真的是大胆别指 为此不少网友表示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的 也的人然是不少认识的 小辈夫妇针对女儿的天彩 所以那是小辈夫妇针对女儿的天彩